今天我们来学习圆锥体的表面积 圆锥体的表面积是指一个圆锥物体表面所占的面积大小 圆锥体表面积是由一个圆及由一个扇形面积所组成 我们来看下面的圆锥体 它展开的图形是这样子 它有圆心角 还有半径 底下的圆也是有半径 所以它是由一个圆和一个扇形所组成 我们来复习圆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圆形有半径 圆面积就等于半径乘半径乘3.14 同样的我们来复习扇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扇形面积有半径还有圆心角 所以扇形的面积就等于半径乘半径乘上3.14 后面还乘上360度分之圆心角 这360度分之圆心角也就是扇形所占整个圆的几分之几圆 接着我们来看圆锥体表面积的计算公式 右边这个图形是圆锥体展开图 分别计算各个圆形就是底下这个圆形和扇形面积后相加 我们来看一下扇形的面积我们前面讲过是半径乘半径乘3.14 乘上360度分之圆心角 那下面的圆形是半径乘半径乘3.14 那么接着我们就看圆锥体的表面积 也就是把这两个公式相加起来 就等于半径乘半径乘上3.14 下面这个圆再加上上面的扇形面积 也就是半径乘半径乘3.14乘上360度分之圆心角 这整个公式就是圆锥体表面积的公式 好 我们接着就看一下怎么去做范例 我们看右边圆锥体展开的表面积是多少的平方公分 我们怎么去算 首先我们来计算各个圆形跟扇形的面积后相加起来 圆形的面积它的半径是2 所以它的面积是2乘2乘上3.14 等于12.6 扇形的面积半径是4 所以是等于4乘上4乘上3.14 它的圆心角是135度 所以就乘上360度分之135度 这答案就等于18.84 那圆锥体的表面积呢 就把上面这两个计算的相加起来 也就是等于12.56 加上18.84 12.56是圆形的面积 18.84是扇形的面积 整个就等于31.4 所以圆锥体的表面积是31.4平方公分 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范例 右图圆锥体的展开表面积是多少平方公分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题 首先我们也是要计算圆形跟扇形的面积后相加 在图形并没有展开 所以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计算展开 所以圆形的面积一样是等于5乘5乘3.14 等于78.5 这扇形的展开的圆形角怎么去计算呢 也就是等于360度乘上5除以10 它的圆形角正好等于180度 那有了圆形角我们就可以计算展开的扇形面积 圆形面积就等于10乘10乘3.14乘上360度分之180度 那圆形角我们刚刚计算是等于180度 就等于157 那整个扇形的表面积就等于圆形加扇形 圆形是78.5加上扇形是157 整个就等于235.5 所以此圆形的表面积是235.5平方公分 以上就是我们圆形的表面积的计算方式 希望同学能够学会 谢谢您的观赏 请继续点阅此频道的其他影片 也请您订阅此频道